有一种题材 就算烂得清奇 也能够收视或热度大爆 那就是都市剧 没错 就算剧情老套 故事狗血 感情线复杂无比 越抓码越能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提高讨论度 大家甚至能边骂边追 直到收官还恋恋不舍 比如星辰大海都挺好 三十而已 还有今年的龙城等等 每一部都有自己狗血之处 但 有实力派终生代 加强和制作班底作阵 就是能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但 说起内容有深度 全员演技高光的都市剧 倒是也不少 我想 理想之城是必须要被提名的 一改职场剧现状 甚至能获得从业者的认可 播出效果 甚至能赶超大爆款扫黑题材 豆瓣高达7.5分 绝对不是空穴来风 两年后 终于又有一部 能让我熬夜狂追的都市剧了 她的城亮相爱奇艺平台 一口气放出六集 直接斩获平台飙升榜冠军 吊打所有同期作品 简单直白将她力量展现在观众面前 这剧究竟将女性题材玩出了什么新花样 序幕已经拉起 终于有一部剧的女性角色摆脱了白莲花圣母 甘愿受气大冤种以及恋爱脑玛丽苏和婆妇怨妇人设了 在看她的诚实 我深深感受到了三位女主扑面而来的现代气息 她们全都是夜心爆棚 对待爱情也有不同看法 每位都有自己的闪光点 一 爱因 婆媳矛盾以柔克刚 张景初是演的爱因 曾出国深造 回来后 嫁给了成功企业家谢长江 王耀庆世 成为了谢太太 对待婆婆封建的老旧思想 阴阳怪气表达自己的不满 而爱因既没有态度激烈对骂 也没有逆来顺受 她反而用平静的语气 说最狠的话 不是优雅 却每个字都像小刀一般 戳进对方的心窝 甚至还搬出了丈夫的前妻 让婆婆哑口无言 二 李英男 拼尽全力 得不到就放手 高禄饰演的李英男 就有点像大部分都市女性的现状了 她拥有丰富的工作阅历 却还是要被赛态度嚣张的关系护压一头 老公开公司 赔钱 甚至连孩子都看不好 借酒消愁 竟然带着孩子去喝酒 李英男最饱满的热情 迎接命运 创造的一个又一个难题 用心经营家庭 努力工作 这类人设 大部分都是老公出轨 自己实现人生逆袭 而李英男 却并不是那些大女主剧中的贤妻 当发现自己还是无能为力时 她的选择是 放手 该做的都做了 也该结束了 要离婚 就要离得漂亮 三 殷小美 姐的人生自己做主 没有恋爱生活的时候 殷小美极其享受自己的单身生活 她的生活就像抽盲盒一样 就算大部分抽的都是普通款 但还是会永远期待隐藏款的出现 与弟弟谈恋爱 被强势的未来婆婆找谈话 她也依旧能硬气的挺直腰杆 清醒理智 只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 这三个人凑到一起 就是一幅别开生面的现代女性精神蓝图 无论处境如何艰难 也从来不会轻言放弃或逆来顺受 一定要突破困境 改变现状 就算顺风顺水 也还是积攒饱满的热情 这才是女性题材出现的意义吧 都市剧 最有看透的 就是终生代演员的演绎 他们不俗的实力 加上在线的颜值 总能牢牢把握住观众的视线 一 张静初 其实在看预告时 我总感觉张静初的装造并不适合她 但 点开正片后 我有点惊讶 她对人物的塑造能力了 那种干脆利落的优雅气质 就算什么都不说 一个眼神瞟过来 也能感受到 她由内而外迸发的知性气息 谈吐中 竟显人物丰富的知识储备 和良好的教养 张静初与爱因实在是太贴脸了 2 高禄 高禄的气质 简直就是为都市利人这类角色而生的 她的表演总是自然又接地气 在李英男身上 观众甚至能看到自己或身边人的影子 为生活拼尽全力的样子 看到最后感到无力决定放手 她的情绪变化 肢体语言似乎都与人物融为一体 没有任何表演痕迹 让观众瞬间入戏 3 张韩运 从爱恨美味到她的城 张韩运总能在女性剧中 给观众新的惊喜 殷小美是个洒脱随性的人 而张韩运恰好也演出了 不被世俗眼光拖累的那股镜 她一出场 我甚至能看到身后散发出的光芒 这个角色 应该也是最能让年轻观众感同身受的 三个主角中 年纪最小 所以更随心所欲 现实又清醒 真的是同类电视剧的一股清流了 4 王龙正 不少观众上一次在剧中看到王龙正 或许还是几年前的白夜追凶大爆之时 这回 王龙正饰演的是女主丈夫徐昕 虽然 创业极其艰辛 还要靠妻子发工资 但她绝对不是小白脸 而且还给整部剧增添了不少喜剧色彩 王龙正与高露的CP感让我比较惊喜 他们之间互动极其默契 还真相多年的夫妻 不知道后面事业和感情能否逆风翻盘 成为人生赢家 除此之外 还有王龙 王耀庆 关宏等实力派演员重磅加盟 果然都市剧才是国产剧永远的大哥 杰宇 一针见血 这是我对她的成最为客观的评价 为何阵容不错的都市剧没能上心 在我看来 这部剧仅仅抓住了现代人的痛点 用三位典型女性代表 从深处挖掘对爱情与婚姻的态度 也正是直级痛点 对婚姻及爱情的观念过于客观 或许会戳中不少人的敏感神经 看完前几集 我们能清晰地看到 极为女主从来不会无怨吃苦 该努力不顾一切投入其中 该放手也不扭捏 这样的女性题材 怎么可能不受欢迎 长得漂亮是优势 活得漂亮是本事 她的成 接下来数据能不能依旧播得漂亮 口碑收视双双大爆 我们拭目以待 end 你看这部剧了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